大家好 我说无数次啊 你要了解土共的真相 你应该要有兴趣 有时间有精力啊 你应该要无聊到弹痛 去阅读土共的官方的文件 土共的那些个八股文 你仔细的一遍一遍的去咀嚼 不断的舔它是吧 很无聊很恶心啊 跟吃屎差不多 但是你要想了解真相 还真只能看这个东西啊 所以我今天看到有人转了一个消息啊 说这个中央电视台有一主持人 叫什么来着 我对中央电视台的这些破事 我完全不了解啊 说他的名字叫做赫连伯伯大王 我也不了解 说这个孙子叫做国家一级作家 我去历史学家 我去资本市场研究员 最后还有一个牛逼的称号 叫央视百家讲坛主持人 就这个身份很重要 这个人也开始看不下去了呀 开始骂细胞子啊 骂得还很过分 骂得还挺瞎人 这种人我们都知道的呀 他的之所以在央视能够弄脸呢 能够那个什么来着 那一定是要舔共产党的马屁的呀 要舔习主席的呀 我有一段时间在央视做过嘉宾的啊 那个时候是胡锦涛搞的时候 温家宝搞的时候 言论稍微比较宽松点嘛 央视不是有一个这个读书的节目吗 就要读书啊 我们我在这个以前也看读书的啊 攀攀做主持人 然后他老是请我去做他的嘉宾 还挺有意思的 他有时候选须书选的挺有意思 然后我做了大概十几期吧 后来就不让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包子弟上来了嘛 然后就开始严农管制的 像我这种人就是属于这个被盯控的对象 就不让我出境了 所以我做了央视这个读书节目的嘉宾以后 这个传播效果很好大 我们老家很多的这个农民 很多个我过去的同事 朋友发小同学都看到了 哇说所有合线都 都已经是中央电视台的人了呀 没有吧 我就是在央视的做了一些评论嘉宾 读书 因为我在中国还干了一件事情嘛 就是我们一帮读书人知识分子 搞了一个民间报告 就是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我们搞好多年呢 从2011几年 16年开始做的 2015年开始做的 一直搞到这个2000 2009年 十几年呢 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后来因为习近平上来也不敢搞了 也就放弃了 所以这个央视里面的 能够让你怒脸的人 一定是共产党 他亲自审核国的人 一定是 尤其你当主持人 你不拍马屁 那你还行 所以你看这个人曾经拍过习近平的马屁的 我们跟大家念一念啊 说这个什么 低度会 哎呦 这些个词我去 叫什么 低度会和又相逢 什么意思 我不懂 国运文脉 两相通 中国作家协会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五年之后 再一次现场聆听总书记的讲话 这一届是我参加的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 疫情期间 仍旧能够顺利进行 令人感慨良多 当面现场聆听总书记的讲话 你看他没有这么拍马 拍的过可以吧 还放了一堆照片 哎 看上去你还挺年轻的啊 年纪不大 完了以后呢 昨儿啊 这个8月30号 发了一篇这个 骂的文章 骂的这些微博 说是什么 不所料 临近开学 深圳的疫情又趋严重 福田挪湖两区 近乎近墨 据说有新的病毒变种出现 但也不知是病毒毒性如何 近三年以来 耳闻目睹 百姓名声真是太苦了 商店饭店都关闭几茬了 其他的小危企业处境可想而知 尽心思智 令人鼻酸 爱民甚至多见 常叹息啊 太些一眼猫尿啊 是不是 爱民甚至多见 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这个心啊 真心希望各地政府科学防疫 保持爱民之心 千万不要持有酷力心态 自上而下 对待老百姓 你看到没有 自上而下 中国的上是什么 上就是习包子啊 是不是 下就是那些个小狗官嘛 话说成这样了啊 酷力心态 你看到没有 说习包子是酷力 更不能为了自己的乌纱帽 妄自造成防疫的扩大化 大家都知道 习包子就是为了他的要粘人嘛 把这个防疫的扩大化嘛 历史毕竟是人民写地 历史的经验证明 任何不顾百姓死活的人 都会遭到历史的清酸 这个话写的够可以的吧 啊 够可以了 真的 绝对中国有句老话叫铁剑 但道义 是不是 妙手著文章 妙不妙手不知道 这句话写的的确是够很大 啊 有几个狠点 我们再重复一下啊 叫做什么呢 啊 叫做 不要有酷力心态 酷力 现在习包子已经被他们锁定为酷力 第二什么呢 不要自上而下欺负老百姓 自上而下欺负老百姓 是吧 第三 不要为了自己的乌纱帽 然后欺负老百姓 搞这个疫情扩大化 是不是 第四是什么呢 历史是人民写地 这是个废话啊 但是呢 说一说也不错啊 第五 任何不顾老百姓死活的人 都会遭到历史的清算 提到的清算 你说 你在中国这个国家 你还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 你把话说成这样 难道你真的不怕吗 不怕细胞子的什么 把你抓起来吗 谁都怕 你也怕 我也怕 是不是 我们说过 我们这些个已经逃离中国 来到自由世界的人 我们做个优管 我们发个推特 都很紧张 担心共产党细胞子 看你不顺眼 拍个杀手 把你给杀了 跑到温哥华 或者跑到洛杉矶 或者跑到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澳大利亚 把你给杀了 至于吗 爬成这样啊 你想想你如果还在中国你该爬成啥样啊 那为什么这个中央电视台的那个百家讲坛的主持人啊 那个节目其实很很受欢迎的 是属于什么呢 不是属于这个叫叫这是什么 畅销节目叫做长销节目 就是他都好多年了 一日在座 去好多人都是从这里面出来 比如一中天是不是 没有一百家讲坛 谁知道一中天呢 还有什么大名鼎鼎的啊 余丹老师 鸡汤老师 余丹老师也是百家讲坛出来的 没有这个百家讲坛 哪里有什么所谓余丹呢 是好多人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所以可见这个人说话的分量是极其重要的啊 所以我说过无数次啊 你研究中国的问题 研究中国的历史真相 研究中国的共产党的土工的真相 你你造谣传谣 你一定一定一定要记住 要从屎坑里面找营养 要从共产党的人 共产党的官方的文件 共产党的恶心的文章里面去 一遍一遍的去咀嚼 比如说你有的时候 你从胡锡进这么一个吊盘的文章里面 你能够发现一点共产党的套路 对不对 然后你从这个央视的主持人的这个 这个微博里面 你能发现一点这个动时局的变化 你能准确的把握到一些个有可能出现的一些个契机 或者一些个事实 是不是 你光看我们造谣传业 我们说实话 我们造谣传业更多的是什么 是娱乐 是幽默 是娱乐 所以我说过 我的话你不要当真 但是呢 你也不要当假 关键是你进我的频道 听我一通瞎说 你觉得很好玩 有人说从头笑到尾 有人说一天不开宿谣传的这个视频 一天就睡不着 因为需要笑一笑十年少 是不是 这个我呢 也是天天给就大兜大家玩 但是偶尔说一两句啊 不紧不慢 不经意之间给大家讲点价值观呢 讲点土工的套路啊 是不是 加上我这个年纪一大把了 我有点经验的啊 所以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记住 就像我这个写这本书啊 你看 仓皇人物制 我告诉你 我的90%的材料 就是考据 就是资料 都是来自土工的官方的文件 土工的历史的档案 土工的这个出版的书 土工的这个卷宗 真的 都是来自这里面 我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瘸道说什么的野史啊 没有这些东西啊 这种这种文章啊 就是两种套路 一种就是我这种套路 我的所有的材料 都来自土工的官方公开出版的东西啊 所以他特别有特别有这个叫做说服力 还有一种就是博洋老师 博洋老师写这个丑陋的中国人啊 他是呢 全部来自于野史啊 野史传说 哎 其实就是造谣传谣 那你同样也挺好玩 是不是啊 也挺有趣的 很多人喜欢那本书 你看这个这个人 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的主持人 他也是自己是所谓的历史学家 所以我是强烈建议大家买买我的书啊 我现在这本书卖的差不多了啊 还有一二十本的存货啊 我自己能留个十来本吧 是吧 还有十来本 希望大家想买实体纸质树的人 给我的PayPal啊 就是我的视频下方有链接 给我这个转款 注明你的名字和你的地址 我的第一批货已经发出去了啊 第二批货今明两天又发 完了以后电子版 再说一遍 你要要我的电子版的 你给我写邮件 我的那个PayPal的 这个转账的那个地址 就是个邮箱 你给我写电子邮件 国内的人一定要记住啊 你一定要记住 国内的人 你不要这个通过PayPal给我打钱 你可能没有PayPal 你给我写邮件 我给你给个二维码 一百块钱一本 就电子书啊 一定要用Gmail邮箱 一定要记没有邮箱 其他的邮箱收不到的啊 我没法给你到时候给了钱 我也不知道怎么退给你好吧 大家一定切记切记切记 啊 然后呢 我们再回过回到正题啊 看中共的了解中共的真相 有可能了解中共真相的一定就是土工的官方的信息 官方的人官方的信息 像这个人就是官方的人 哎 他能够说这个话 你不要以为他是什么铁箱单道义 妙手著文章 他一定是捕捉到了 或者知道某种重要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动向 他知道这个时候说这种话 没关系 不能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如果说他知道这个话能带来杀身之祸 一般中国人都不会冒这个风险的 何必呢 是不是日子照样过了 哎 都是这样子的 我就想起那个 我我读这个何兆武老师写写这个他在新南年大读书的时候啊 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爱国士嘛 叫文一多嘛 什么到处天天反国民党嘛 搞演讲嘛 后来国民党也不知道是谁 反正就派了人就把他一枪给打死了 打死了以后呢 然后尸体就躺在那个广场上没人收尸 然后这个有一个老师过去抱着他哭啊 说这个一多啊 一多啊 何必呢 一多啊 一多啊 何必呢 是不是 你看这中国人的知识分子的这种话 脑泪纵横 哭的是不省人事啊 就说一句话 一多啊 何必呢 何必呢 何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中共的中国的政客作恶是没有底线的 你一个知识分子 你何必呢 是不是 你挡不住他们作恶 你干嘛要这么冲动呢 把自己的民党搭进去了 文一多的故事 那是一个绝望的死水 哎 好多年前 文一多写的诗歌 今天读起来依然是如在当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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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